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12月2号快凌晨2点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新的这个角色叫做淘气果炮 然后他应该是属于风气的角色 那先来看一下他这个角色的这个特性吧 好然后你要如何获得他呢 他这个是你挂网和挂机你会获得这个兑换的这个道具 那这个东西呢你只能靠挂网 所以说大家获得的数量应该都是一样 那再来就是快速作战 所以说我刚我刚克了一个这个快速作战的这个特权 那你有这个快速作战特权的话 你一天就可以多使用钻石然后多挂机石 所以我们来使用一次 好使用一次呢你就可以获得38个奇奇果 那就反正我是有克金的玩家 因为这款游戏我玩的还是蛮开心的 好那总的言之那就是你无克你也可以换到一只 这个不用担心 基本上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放置英雄 他都还蛮佛心的 然后那个传记一文呢你可以看到传记一文的这个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的话呢其实也是有 也是有那个免费的一只哦 那不管是这个世俗性的角色 又或是光明与暗性的角色呢 其实新角色出来你都可以白嫖一只哦 所以真的算是还蛮不错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雄 好那我们点这个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下 选择查看英雄吧这里 好他的这个大招 大招是对敌人最多的一列 所以是直线的 有点像是那个冰的 那个灵冬咆哮 他去打直线一排 然后呢他会给敌人上爆弹种子跟流血 那我觉得这只角色最大的特色就是爆弹种子 因为流血不是特色嘛 每个风气的几乎都会有流血 然后爆弹种子是说受到三次技能伤害 或是普通攻击之后会爆裂 爆裂之后呢他会受到这个 这个淘气果炮就是这个角色的伤害 然后还会晕眩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晕眩 晕眩应该就是该回合不能行动吧 那其他的招式呢就是纯攻击 你看这个什么普通攻击会有30%变成三连级 而且还是有几率而已 并不是每一次哦 然后这个 呃再就是每一只角色都会有的嘛 被动技能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他的攻击提升10% 然后爆弹爆炸的时候 爆弹就是开大招的那个种子 会对随机两个目标造成攻击力50% 所以我觉得这只角色 没有人 他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比较看重的是他 他开大招上了这个种子 因为可以晕眩 但是其他的话 他就是纯伤害 而且纯伤害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还不如其他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只新角 我比较没有兴趣 像无限风暴来讲 应该都比他还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只角色 他可能会被我归类为这个 呃 就是非必要练的这个角色 好 所以他叫亚凡达 那 我们就来玩玩看 他的传记遗文这一关吧 基本上新英雄的传记遗文 应该都不会太难了 那我们就随便上 然后主角 主角是让你适用的 然后这些都是助阵的 助阵这不知道 就是每个人都一样 那没关系 我们就上熊猫 熊猫很坦 然后 哎呦 我们上个拳风系好了 哎呦 时光之主耶 然后来个无限风暴 这样子 哎呦 敌人也是都核心的 也不是 也不是很简单 好 我这边上的是夜宵 因为夜宵很坦 然后无限风暴 它是可以去锁定打 打那个敌人雪少的 然后时光之主超级奶 那我们来看这个果炮 这个这个角色就好像就是普通攻击而已吧 对不对 好像没什么特色 看一下数据 他的伤害力 哎呦 哎呦 他伤害力是第一名哦 哎 反而无限风暴 伤害力是第三名哎 哎 可是无限风暴 他可以精准的打雪少的角色 哎 没关系 我们我们再观察看看哦 这个是种子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然后准备要爆炸了 第三回合他会爆炸 哎 应该说他受到三次攻击的时候他会爆炸 还爆炸了 他暈眩了 然后这样子 然后现在种子在这个地方 嗯 没关系 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伤害的总量 好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 他伤害还是第一名哎 还是因为站位的关系 哎呦 哦这个伤害造成这么高哦 好 然后 嗯 不然我们把他 跟这个熊猫换个位置好了 难道是正中央的话 他是 嗯 比较会输出吗 可是这个假设他又没有反击哦 龙猫的这个 哎对不起不是龙猫 熊猫伤害高是因为他会去反击 反击这个敌人 所以说他的伤害量会高一些 那我们看换个位置 这个果炮轰炸 他的伤害力是如何哦 哎如果伤害力高的话 那其实就算 就算这个竞技场不能用的话 他打Boss应该是可以用的哦 呃 伤害力也是第一名哎哎呦 哦不错哦 好 看来我用全风系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哎呀 提灯女神马上被秒掉 这一关的话呢 嗯 所以敌方 敌方没有很强哦 而且 正好是水系 我风系正好克水系 他只有一个捕师而已 大海之女 他上两个捕师了 这一关没什么问题哦 无限风暴 我觉得还是比较猛 哦哇 这伤害力那么高哦 哇难道有判断错误 原来这只角色的伤害力那么强哦 还是因为是12阶的关系 呃 这个是12阶哦 哎呦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他有他有什么潜能啊 呃 在英雄溃增这个地方 呃 不是战斗预览看错了 查看英雄好了 潜能 攻击力提升 伤害力提升 伤害力提升 对啊 他就存伤害了 诶为什么他的伤害都是第一名啊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 好 继续上 这一关的话呢 哇 这一关敌人完全不是核心的角色 只有 只有两只而已 所以肯定可以获胜 是不是核心角色的技能组差很多 所以这款游戏叫做放置核心英雄好了 最后一关 好 手持大炮呢 好 最后一关 只有几个核心而已 还有水之贤者 跟冰雪之灵 这两只其实都还蛮烂的 爆炸种子 爆炸吧 水之贤者 不用了不用了 无限风暴收头了 好再看一下数据 这伤害超级高 诶是怎么回事 好 那可以关注一下 他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我们来抽一下 哎呦有中一个哦 是肥料吗 哎呀 真的又是肥料 好 所以说这是这个新的角色 你挂挂网你就可以获得 另外一个是你挂网的话 应该是 就算你不课金哦 你也可以挂到一个这个完整的一片 好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心愿招募来了 那这一次不是新角色的 这一次你可以自己选 那自己选的话 应该都还是选择光暗的 因为光暗是最稀有 那我选择孙悟空 因为我孙悟空差一只吧 然后孙悟空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光细 对我我差一只可以上十星 那另外呢 孙悟空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元素召唤 元素召唤可不可以换 因为孙悟空在这个地方不能换 所以说我决定就是在这个地方换 另外那个什么新的角色黑暗星囊 在这边也在这个地方也换不到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考虑说 你要换哪一个角色 那基本上这个风水火的话 就不需要在这里抽了 所以我这边就 这次活动多久 六天 六天只有七天 所以说如果说你保底的话 你就是一天抽二十 有剩余钻石招目是二十次 所以我五天可以抽完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活动时间 那如果说我抽到第一只之后呢 第二只可能活动期间就不够 因为你至少要五天的时间 五乘二十是一百抽嘛 你一定要五天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 这个完整保底抽到一只哦 好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我就继续抽一只七天大神 这样我就会有一个 呃 十星的七天大神可以用了 好 那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阿天 我们现在见拜拜